北京的外卖的运力是严重不足 北京丰台倡导在家的居民 没事做可以兼职去送外卖 基本上都是餐点出来做出来 没有外送员接单的这种情况 北京快递就是这个状态 基本上瘫痪了 我这来找我的两个项目 还是没有找到 据说外面还有两车没卸 地铁的安检人员都没人了 北京街床你看 连个人也没有空漏漏的 坐飞机的人都没有 这么大的商场 瞅瞅 你看人毛都没有啊 这哪是商场呢 整个一位看看像个世界木热了 8点10分的南二环 东南二环的脚 就这种车框路况 真好 我从通州路程北京市政府开在这儿 左安门用了40分钟 真好 这比春节的时候这车还少啊 看看这就是北京 通州 一个繁华区 现在正是上学放学的高峰期 连个人影都没有 看看这马路上 连个人影都没有 北京以前这个路口 天天堵车 现在疫情放开了 反而没车了 不知道咋回事 反而疫情放开 路上的车越来越少了